老师你看讲到欧洲美国 那几乎就已经是地球上70亿人口幻想中的天堂了 那现在我们看到美国这样子 我们先暂且不谈 欧洲这么多国家 他们历经了非常长久的一个磨合跟努力 从欧洲共同市场一步一步一步 然后到建立了欧盟 他们的初心是什么 难道不就是想要有一个大而团结的欧洲 可以抗衡美国跟当时的苏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 其实苏联瓦解之后的俄罗斯 一直对欧洲很有善 老师为什么没有这两个问题 我觉得欧洲国家 他们在欧盟的发展的道路上头 就是膨胀扩张的太快 他们从最初是六个核心国家 如果还是六个核心国家 就是这个 法德 印 赫比鲁 他们的内部里头的旗舰就是非常少的 当然那个太小了 所以他从六国扩张到九国 九国到十二国 然后到十五国到最后变成有二十八个国家 把英国就是现在退了变二十七个国家 他最初就是太理想化 前苏联解体之后 他们突然就是东扩的很快 什么国家申请他都批准 对对对 所以他就现在变成有二十七个 那二十七国里头 你想东欧的国家就占了很多 前华沙公元的国家 扣掉苏联就有七个国家 西欧跟东欧 他历史上头是完全不一样的 东欧的这些国家 大概除了波兰 是一个比较大的国家之外 可是波兰你知道 他虽然是一个比较有历史的 比较大 版图比较大 人口比较多的国家 可是他在欧洲历史上头 他是四度被瓜分 最后一次是被德国和苏联挂分 他们就是民族不同 因为这些东欧的国家 绝大部分都是斯拉夫族 东斯拉夫族 南边点就是南斯拉夫族 所以这边是斯拉夫的文化 那跟这个波兰以西的那些地方 就是天主教或是新教 就是基督教的文化 东正教的文化 跟天主教文化 还有基督教文化 对 所以说他是不一样的 而且他的经济发展程度是差异很多的 像西欧的原来的那十几个国家里头 他们基本上跟俄罗斯 历史上头是不断的有冲突 但是也有合作 就有法国跟俄罗斯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时候是同盟国 德国跟俄罗斯也曾经主过同盟 但是东欧这一部分 他们在二战之后 进入到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 苏联对他们的同志 就是干涉很多 就是他们之间有很大的恩怨 这一批人是极度的反恶 所以他就极度的亲美 所以这个欧盟的团结性就是大大的受寿 冲在第一线要去支持乌克兰的 都是像波兰立陶宛这些 波罗的海三小国 波罗的海三小国 还有乌克兰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看到他跟西欧的观点 西欧国家的观点是不太一样的 欧盟想要团结 可是他自己内部里头 隐藏了那么多分裂的 真奇的这种因子在 你不要说这个 现在欧盟变成大官僚机构 因为以前这个欧盟的话 国家数量比较少 15国的时候 他那个主要的这些工作语言 是英文的法文的德文 然后意大利文的这一些 但是现在你变成说 斯安夫语言 说什么语言 通通都落进去 我跟你说光是搞翻译 一个文件要翻译很多很多个版本 你成本就花得很高 是是吧 意识形态也不同 意识形态都不同 历史文化不同 人种不同 宗教不同 国家历史文化不同 所以你现在马克宏 或者莫克尔想要带领欧盟走的方向 就跟那个东欧国家是不一样的 人家东欧国家想要去的是美国 莫克尔跟马克宏想要是我们要个独立的自主的欧洲 是不是这样 那还有更不一样的 你要跟美国他要独立 还有像孙玛丽我要跟中国 是不是 所以说这个欧盟怎么团结呢 我就觉得说现在欧盟要整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政治工程 但是如果没有外力介入 问题是比较相对容易解决的 那这个外力呢 是不可能不介入的 因为美国领导的北约 北约的成员国跟欧盟的成员国是高度重叠的 所以欧盟呢 你要知道它是一个经济的整合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 它就是没有办法在政治上头做整合 在军事上头做整合 所以到今天为止你政治上不能统合 外交上当然也不能统合 你就没有办法不受制于北约 今天德国为什么要委屈求全 它竟然有三万美军 就像日本今天也不敢跟美国去呛声三连 因为美军驻扎在日本 所以这有点像癌细胞 老师你看看 现在有一个说法说 欧盟根本是北约的经济部门 因为北约的凝结性比较强 欧盟确实是比较关切在经济的议题上头 在政治上头整合 军事上整合很困难 可是如果他们在军事上头 如果不能够摆脱北约的控制的话 那他永远就是在外交上一定要跟着美国走 在这些事实面前 我觉得欧盟它最大的心魔 是在于他永远都觉得俄罗斯对他有威胁 观念是美国灌输给他的 普京要发动像乌克兰军事行动 就是要恢复前苏联 或者要恢复前帝俄 根本人家就没有那个意思 人家只是在解救乌东俄裔的苦难 其实俄罗斯不论是以他的实力来讲也好 以他的政策取向 以他的情感的归属来讲也好 他都认为自己是欧洲国家 真的 所以今天如果说是欧洲国家本身 如果不能够把自己的心魔驱除掉的话 那这个欧洲跟俄罗斯就一直没有办法 进行一种良性的这种交流沟通 这个时代是可能会爆发核子战争 大家都在预言说 可能会有第三次大战 如果这些预言不幸而中 前提就是你们把俄罗斯逼到一个 他没有办法不做困兽斗的这种程度 这种程度是有些人的